脫口秀都是一個人講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拖著我一起講 其實我一個人會害怕 在幹嘛離婚 對不對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的彩蛋嘉賓 我是喜劇公子黃浩平 這位是 剛才小秋跟我講 這個 我其實六點就來了 他說 姐你不要緊張 他們都是亂七八糟講的 我以為他是安慰我 沒想到他說的是真的 沒事 我個人覺得今天 最精彩最難得的一個部分 就是 余美人的喜劇處女秀 各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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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我不是處女人 你一開頭就要講這種東西 不是處女人 不然我女兒以為 她是應而轉運這樣買來的 不可能 我以為這樣想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好奇一件事 就是作為余美人 大家應該都認識吧 假創一下好不好 假創一下好不好 不認識的下樓左轉 也不要叫他們走 也不要叫他們走 因為觀眾已經沒幾個了各位 其實大家很好奇是說 余美人這樣子一個 已經德高望重的主持人 作為這樣的主持人 你幹嘛還要來講脫口秀呢 我跟人家打賭 跟誰 所以我是鏡頭裡面的淑娟姐 蛤 我做到了 我來拖了 我來拖口秀了 真的講了一個 我們都不知道是誰的人淑娟姐是誰啊 到底 但是你講脫口秀就算了 因為這次余美人 美人姐直接問我說 可不可以跟她一起講脫口秀 我想說不對啊 脫口秀都是一個人講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拖著我一起講 其實我一個人會害怕 一個人會害怕 那你幹嘛離婚 我幹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去簽離婚卸出的時候 都不會想說 我不敢一個人 我們就這樣才進下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了 要這種疼程度就對了是不是 對啊 就是在這個我才卻這樣子啊 那你被我腳本了啊 這真的是腳本啊 你先整本帶上來 好啊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比較 賣弄一些新山色啊 比較尺度比較大 為了就是想要有流量 我們這樣流量進來 我們可以幫你推東西啊 推什麼 你的頻道啊 我已經很紅了 那節目呢 我節目也很紅啊 你要推我什麼 那至少可以推個輪椅吧 好不好 好啊 出去再拍個彈了 拍個彈了 拍個彈了 這樣子 可以吧 哇 現在的後輩講話 是這樣喔 在我節目 畢恭畢敬 然後這是他的場子 他就 出言不遜 是是是 幾句什麼 貴公子 哪裡有貴 我現在就貴 哈哈哈 我現在還是想貴 我其實常看好評的節目 我有發現他的內容還不錯 因為他內容幾乎不涉及政治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 不來不慮的人 那因為 他的點閱率也顯示他也不紅 所以 哈哈哈 不是美人姐 你講話也是 我跟你講 雖然我前面非常虧 但是我真的 這一次對於你 願意嘗試脫口秀 我也是給大家很多很多的保證 我說 那他別人說 啊 余美人要講脫口秀 然後余美人年紀大把來講脫口秀 我說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一大把 你看他這樣子 他至少五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揪成一下 怎樣 我沒有到五把 不過就是有兩把刷子 兩把刷子 哦 那今天大家就來看一下他的刷毛啦 好嗎各位 喜歡這個優子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抱負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